马斯克卖香水 数小时近占百万 善于制造新闻焦点的世界首富马斯克 将自己的推特简历更改为香水推销员 并称仅数小时 他已近占百万美元 10月11日晚 马斯克在推特上宣布 他正在销售一款价值100美元的香水 闻起来像烧焦的头发 几个小时后 他在推特上说 他卖出了1万瓶 这将增加100万美元的收入 这款香水目前在马斯克的网络上出售 该网站将这款香水描述为 令人厌恶的欲望的本质 他展示了一张帽子烟的红色香水瓶的图片 该产品预计要到明年年初才能到货 马斯克周二晚上在推特上写道 像我这样的名字 进入香水行业是不可避免的 为什么我还要和他抗争这么久 他后来补充说 迫不及待的等待明天 关于100万美元烧焦头发售出后的媒体报道 还附上一个侧身大笑的表情符号 亿万富翁马斯克 是推特最知名的用户之一 拥有一亿多粉丝 他经常在推特上发表重大声明 常常成为媒体的焦点 自4月以来 马斯克就收购推特仪式 多次被媒体聚焦 目前相关诉讼仍在进行中 本周稍早特拉华法院 法官裁定审判延后 前提是马斯克在 10月28日前完成收购 除了特斯拉电动汽车公司 他还经营着火箭公司 SpaceX 并创立了地下隧道企业 Boring Company 和神经科学初创公司 Narling Core 马斯克的公司之前 还出售过特斯拉农神兰酒 和Boring Company火焰喷射器 普雷斯顿说 他周二晚上买了两瓶香水 一瓶用来保存 另一瓶用来闻 购买后 他收到一封电子邮件 通知他 要到明年第一季度才发货 41岁的普雷斯顿 已经习惯了等待 与马斯克相关的商品 他订购的特斯拉电动车 花了七个月才到达 甚至更长时间 才能从马斯克的卫星网际 网络业务 史达宁 获得家庭网际网络服务 普雷斯顿说 他闻起来更像是烧焦的头发 如果没有 我可能会因为失望而尝试退货 普雷斯顿相信 这款香水会被制造出来 如果没有 他会得到退款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您订阅 按赞和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